第一道演示 我們要做的是 我們也在國立安自助餐廳可以吃到的香煎牛舌 牛舌其實就是東北一個知名的料理 我們今天就是會現場演示給大家 今月在我們國立安自助餐廳有提供 餐廳有提供我們的香煎牛舌 可以做我們的南蛮味噌醬 それではまずこの牛丹焼 もうフライパンの方で こちら牛丹の方をソテーして あとソースの方 南蛮味噌を添えて 出来上がりという簡単な工程になりますので 写真される方は 前に出てきてもらってもらえませんよ 就是我們等一下就是會煎一下 我們的牛舌然後再 抹上我們的醬汁 那如果需要拍照的各位 可以往前一點沒有關係 はい ちょっとフライパン たまるまで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ね 大家可能稍微等一下 我們先熱一下鍋 上がってきてもいいですよ ちょっと開けなき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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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到 是不是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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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 在角形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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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找到 要找到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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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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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到的一家裡 煮到一家裡 仙台的名物料理 牛丹焼 仙台去到的地方 有些人來的地方 那是鮮台著名的料理 那相信在場的客戶應該也有人有吃過鮮台 那到了鮮台就會發現其實牛舌這道料理是在哪裡都看得到 道路都看得到的嗎 這是多一點的 乳酪辣菜 拿了一點 取得要給它 沙咪的味噌 然後 沙咪的味噌 等的味噌 我量一量的味噌 第二味噌 為小酒 所以加糖少し入って 煮詰めたものがこのソースになります 那我們的醬汁呢 它就是加了青辣椒 然後加了鮮菜的味噌 再加一些調味料 把它組織濃稠 就會變成現在市民的這個醬汁 はい こちら はい いただいたしまー はい こちら はい こちら よろしいですか